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浪新人心理智商所的洪玉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洪玉你好 Amy你好 好的 那我想先请洪玉跟我们分享 当初是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让你接触到像心理智商 这样的一个产业类别呢 我觉得简单而言就是 我当初在高中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然后就那时候又很喜欢跟朋友打麻将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心理系 看学系的时候 好像学心理系还不错 因为好像学心理可以读心 这是我一开始的迷思 结果之后发现真的考进去了 才发现应该不是这样 就蛮难过的 也不会啦 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接触到心理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开始发现到心理知识 其实因为是跟人直接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受用蛮多的 那我就一直在也就是学这一块 然后也就是读到硕士 然后重视心理工作这样 我觉得也是因缘忌讳吧 然后发现他对我自己有帮助 然后我也觉得 我发现对人也有帮助 然后我自己也认为我自己在做心理工作上 虽然是蛮有天赋的啦 我自己觉得 是自认自认自认 对可是你现在目前来说 像心理智商这种比较属于像 当这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他们不一定敢直接去面对 然后不一定敢说出来 那在过程当中 你们通常都是怎么去应对面对这些人 面对这些人 其实这要分成可能是 我们会一般分自愿跟非自愿 非自愿就是什么原因被迫进来 那自愿当然就是可能自费的 或者是来谈合作的 所以角度可能不太一样 那如果自愿的话 其实比较好工作 因为大家都有心理准备 就是好今天来就是要谈一些问题 他可能已经知道了 智商是什么 然后心理智商可能是需要时间的 他不恨马上就有什么改变了 或者是我知道我来这边可以获得心理支持 但实际上的改变还是要靠我自己 这一块就是自费可能比较准备好心理状态的人 非自愿的案就也蛮多的 例如辅导师 学校辅导师 或者我之前在检索工作的时候 就是一些松人 然后可能有一些是被迫转戒的 可能是家暴的 或者是其他的 一定是跟别人有冲突 法律上的问题 或者是行为上的问题 被专业 所以一般来说这样子的工作 我们会比较聚焦在提升他的动力 专业叫做动机事务团 怎么样专业提高他的动力呢 主要就是他不想来 我也不想看到你 不然我们就谈谈看你怎么不来 就是用这种方式 找到一些矛盾点 然后透过这些矛盾点来思考 那我可以怎么样去避免 我有点想讲要酒饮的一些比较政治不正确 但我想说还是算 反正就是无论是不是处罚不处罚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避免自己 在一个环境内会处罚 导致自己很不利 那在这之上 其实是有一些空间弹性可以去协调的 也就是帮助这些人自己可以过好 那也不用再被迫挤进来 做一些不想做的滋伤或治疗 那你说真的现在目前其实也经历到蛮多 像案例等等的 不管是幼童、小孩、青少年等等都有遇到 那在过程有没有遇到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 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举一个例子 因为他跟我工作一整年吧 算是一整年 几乎啦 因为我觉得他还蛮信赖我 然后我们工作的内容也蛮好 就是一个妈妈 一个太太 她想要生孩子 她也是被运上也有些困难 所以 但是他因为他那时候是 要嫁进去一个客家的家庭 那当然 我在讲的可能都有些 听到一些关键词 大家会有一些偏见或者是自己的想法 标签 对标签 客家、太太啊 还是说长子、长孙啊 因为他嫁进去一个 他跟一个长孙结婚 所以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们三代同堂 长孙有序 然后要敬重的前年长者的态度决定 然后家族要聚在一起思考之类的 或者一起决定一些事情 所以他很不习惯 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觉得蛮痛苦的 因为他也是个蛮有想法的 他想工作又想要创业 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生涯的规划 可是好像进到了一个家族里面之后 他会变成男主外、女主内 他被绑在里面 他不喜欢那样子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喜欢的是他先生 可是他不喜欢那个家族 所以他还是觉得跟他先生结婚蛮好的 所以变成说来智商 我们协助他就是我用心理 专业的心理工作的视野 然后用心理分析家庭动力的方式 来去拆解解构 先生原生家庭的状态 然后他就多了一层理解是 先生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没有到鸟样子 但是就是一个很奇怪 有点像妈宝 可是又觉得不是妈宝 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纠结 有一种奇怪的态度 他可以理解 那我们透过理解 其实多了一份同理心 他就 有点像释怀 就是我们不会去跟一个小朋友 一般来说 不会跟一个小朋友去抢玩具 我们知道小朋友就要玩具 我也没有很需要 就是有一种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不了解的话 我觉得他今天是不是来惹我 他抢我东西是不是来惹我 可能不爽 所以多理解 多同理心 其实就其实对我们心理健康而已 就很改变就很大 那通过分析先生家庭 然后分析太太的原生的背景 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 他就可以理解到说 原来事情发生是有一些逻辑的 那这些逻辑中我好像找到一些关键点突破口 我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改变 所以他就变得 他就改变心境 就变得比较能够去跟 薄习问题就比较改善了 可以跟婆婆好好讨论 然后觉得说 婆婆有些地方也蛮可爱的 先生也蛮可爱的 所以就好像多一份包容 因为理解通力 然后可以多包容 当然相对来说是系统 家庭动力改变 所以婆婆也觉得 这个媳妇蛮好的 也对她不会那么苛刻 然后先生也觉得很棒 然后她真的也还帮我妈 她服饰 就是照顾的服服帖帖的 也很有一手 也蛮佩服的 那先生其实也 反而最期待太太的执商是她先生 她觉得每次太太执商完之后 都觉得容工很乏 就觉得太太又对我更好了 就是好像更温柔的一些 比较不会有那些冲突 那我要先澄清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有 对案主还是有保密 所以我只能大概浅谈 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我们不能讲太细节的部分 是 因为说本身每个家庭都有他们既定的文化 你很难去说 强迫她变成 就改变她原本固定的方式 那其实洪玉她其实是站在 就是每一个家庭的立场 跟他们分析说 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是什麽样 所以可能让她有现在这样的关系 对 那其实很多人都是透过需要一些辅导 才知道说 或许她可以变得更加温和 还是在这过程当中她要怎样去面对 那在关系上她也可以变得更加紧益 那洪玉你们现在目前所服务的像这种 心理智商的项目大概是分为哪一些呢 我们主要有应该算六大项吧 就是个别智商 那个别智商分成可能成人的18岁以上的 然后青少年的 可能是17到14 或者国中前 国中到可能大学之间 然后还有儿童 儿童比较多可能就小学一下 因为发展阶段不同 然后可能碰到的困难议题也不一样 所以大概个别智商会分成三大类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比较更长者 老人智商高龄智商之类的 但偏少 另外一部分就是还有伴侣智商 伴侣智商就是可能是一段交往关系的伴侣来 来谈 那当然伴侣不限定一定是男女关系的 男女朋友也许是多元的 多元性别的 也许同志族群或者性少数族群也可能会有一些伴侣的议题 还有家族智商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因为家 当然我们个人来智商 是可以获得一些东西 然后去回到原生家庭 但是回到那个系统之后 有没有力气去改变 另外一回事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认同你 那其实也是难施全角 还蛮难的 对 就是那个环境的氛围就是那么强硬 所以如果有机会做家族智商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大家一起看这个家族系统发生什么样的困难 所以卡住或者让彼此之间不这么舒服 那其实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评估 然后让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 同理到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那其实就很多误会 其实就透过这样的理解澄清 其实就可以消灭了 所以家族智商这一块也蛮重要的 当然我们智商所因为 其实希望说创所是服务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不着重 不只着重在智商的业务上 或者说个别智商的业务上 我当然很专业那也很重要 但是因为门槛 入门门槛也蛮高的 所以在我自己创所的目标里面 我其实是希望更多的工作 或者是投入是可以放在 可能一般性的那种心理健康的讲座 也就是说预防剩余治疗 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不了解而已 我们懂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改变一些可能性 一些机会 找到一些新的选择 那我们就不用一定要暴力对待彼此 我们一定不用口出恶言 我可以比较柔软的表达自己 也许冲突就会改变 这些可以透过一些 比较心理健康的讲座 来做一些练习 一些学习也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人 那入门的门槛也可以比较低 也许跟单位合作 就可以去一个大庭讲座之类的 或者学校做讲座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更专业一点的讲座 就是所谓的工作坊 就是可能有些实际操作 或者是真的要做一些练习 比较小型的这种讲座 但是因为他比较专业 所以可以让人在那边学更多 他相对来说 可能更精华一点 因为像马拉松式的那种学习 其实也可以让人可以在 可能一天两天就学到很多 然后就也可以改变自己的 整个环境的系统 至少适合去改变它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目前比较投入的 就是团体智商 因为团体智商 它相对来说费用真的不用太高 因为就是很多人参加嘛 就大家一起分摊掉 那个基本的场地费跟心理师的智商费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分担的比较 就负担比较小一点 就可以来 然后也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说 我们去透过以他人为敬 也可以去学到不同的事业 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身份 或者不同的出生的文化 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角度 那我们新的刺激进来之后 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 去找到本来以为没有突破口的一个 一个希望或痛点 就是可以去突破那一个 本来以为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所以团体智商 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满 满喜欢的 也很投入的 然后也很欢迎就是民众可以多参加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先来试试看 也是有点像试用嘛 就觉得说比较低的负担 然后试试看 到底智商对自己的效果如何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让更多人进来 我觉得目标是 让更多民众能够接触到心理健康 这是我创作的目标 是等于说以现在目前来说 其实你们所接触的面向 其实还蛮广泛 例如像婚姻、家庭、情侣等等 其实你们有分非常多的项目 跟去做一个服务嘛 对那以现在目前来说 对于是整体公司 它的一个未来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 如果是短期的话 当然是以稳定自己为主 我们不要自己尼菩萨过奖 然后希望说透过我们的专业服务 那种都很非常重要 就是别人也会看什么低卡、BBT 说有没有推荐谁 那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不能要求别人能不能推荐我们 但是我们把自己的品质做好的话 自然而然就是这些人会去推荐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目前我们短期是先稳定自己的一些 营运的成本 那中期的话我是希望是培养后辈 对我来说是这样 可能会招募一些实习生 然后可能让这些实习生 未来也可以在我们智商所工作 或者是他可以去开智商业 去各地服务 希望可以去保持我们自己的品质 然后训练出更多有品质的心理师 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因为就是科技也是日新月印 我们不会一直用同一套科技 就变成现在的世界 所以不断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会永远都庆守 所谓传统或古典 当然它有它的价值跟美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需要去突破也需要创新 那绝对是绝对是年轻人去做的 所以我现在卡在比较不上不下 终生代 所以一方面也是传承 然后也创新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可以继续做一些培训 所以这是部分中期 那长期当然是希望说 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开更多的点 因为对我来说 我目前在凤山那边就已经相对 左营之热点来说 凤山已经比较偏一点了 但是还是很多的民众需要这样的心理支援 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在外阔 可能大树 男子 或者是大连 小港 就是可能真的比较难生存的地方 我也想 因为透过我们已经有基本的应运的成本可以承受了 对有那样资格 基本盘 能力 能力hold得住 然后再去服务更广的民众 那如果当今是一个年轻人好了 他或许也对于像心理智商也是非常有兴趣 那不排除未来可能会自己出来创业 那洪玉自己会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如果是 其实我讲真的啦 就是要先看自己有没有心理准备 因为走心理智商这一门真的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大学毕业之后才能考硕士 那我们要硕士毕业才能考高考的智商心理师或临床心理师这样 而且中间还要卡一个实习 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都蛮 就是门蛮窄的 因为大家如果多想进来那就更难考 每一次没考过就是一年 对不对 硕士没考过就一年 然后实习如果没过又一年 而且那些不是一年一年的时间问题 是自信的问题吗 我到底能不能考上 我考上不是考公务员 或是考学生而已 对不对 还是说获益不是这么大 所以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确定了自己是能够负担这样的成本的 这些沉默的成本 到你真的成为一个心理师前 这些都是沉默成本 然后真的当心理师之后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要创业吗 那可能要先去其他单位 要有两年的年资才能创业 这是基本法规面 所以其实我们是受限于医师法 就是一些医疗法规的 心理师法是医疗法规下的一个 其他的法案法条这样 所以其实各方面来说 我们都其实被政府管得蛮严格的 就不像是一般的市农工商 会他们有一些弹性在 因为我们是医疗行为 所以相对来说更被看重 因为跟他人的性命可能是有关乎的 所以其实门槛高 然后负担大责任大 所以我觉得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 有一个想要从事这个方面的决心 虽然他叫助人工作者 就是以心理工作来言 助人工作者 但你真的想助人吗 然后助人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就是要自己确定 然后再去创业的话 那就是要想曝光度 然后怎么样去被看见 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稍微建议一下 我觉得就是几个点吧 就是例如说自己的特色 你是儿童特色吗 还是家族的伴侣的特色 或多元族群的特色 或者你就是愿意去到偏向服务之类的 就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特色 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才会找你 或者是像我自己目前有在 从事一些拒学症的 也不是说拒学症 他比较是拒学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自学生 就是不入校的学生 现在其实证明就是大家都不登校的学生 就是没有 就是日文 就是没有进到学校 但他只是 他只是没进到学校的学生 他不是不学 他不是不愿意当学生 也不是不愿意 进到一个就是学习的状态 所以只是 所以这一块也是我目前在学的 比较特色的地方 对 要自己的特色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要愿意奉献自己 就是对我来说知识其实是 这个要来奉献的 吴念真导演讲的 他的 他的引导者 知识就是用来奉献的 对知识就是用来奉献的 好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概念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要先是让对方 理解我们是有帮助的 所以像我说的 团体工作坊讲座这些 都是一个 好像隐门砖 让人家去试试看 觉得真的有帮助 他们自然会 决定要来智商 对 是很自然的 像是一般的产品 会试吃给你看 你就好吃你就会买 不好吃你就不买 可是 就是 至少有个机会 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 可能我们要放下自己的 比较好像 我知道大家沉默成本都很高 可能扛了十几二十万的学贷 或者是一些创业的压力 但是还是要 让自己比较谦卑一点 能够去理解到 其实 他人的需求 是什么 然后我们能够真正服务到的是什么 如果对方真的觉得有感受到 这一个服务是有价值 自然就会进来 我觉得 这件事很重要 是 因为说本身在于这个领域 它的一个门槛 本身就蛮高的 因为像沉默成本 光你要促及到 就是说这个专业领域 可能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之后 硕士还有高考 这一路走来 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 那当然其实政府在于 像心理諮商 这个部分本身 就会对于民众有所把关 毕竟这是 关于到人生的性命 就真的蛮严重的 对那其实在过程当中 你如果想做 心理这部分的话 其实最好就是 你要先确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 对那因为 本身定位就很重要 当你有了定位 那在服务过程当中 人家觉得 来到你这边 他觉得是那种 宾至如归 甚至觉得 你把他当朋友 那在过程当中 他就可能不会这么 压力跟这么紧张 那其实他今天觉得不错 他也会愿意把 就是这个资源 也分享给身边的好友 那也借此可以让 这个品牌 也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部分 对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 就真的非常高兴 邀请到鸿玉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他在于像 心理諮商这样的一个 产业类别 那我们谢谢鸿玉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发 那我们谢谢鸿玉 谢谢 谢谢 谢谢